对孟美奇的实力赞不绝口的徐征会是拯救千里马的伯乐吗 2021年6月手握百亿票房合作演员无数的影帝徐征 对知名度与实际远不如他的小新人孟美奇说了这样一番话 他自己的自身经验跟一个运动员其实非常像 他们之前吃很多很多的苦 所以我觉得他在骨子里面是非常非常能够体感到体育精神 前一时孟美奇参演了徐征兼职的新片《我心飞扬》 他在片中饰演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 为了替国家打破临近牌的魔咒 向赛道发起了猛烈进攻 据工作人员透露孟美奇退掉了大部分工作 待在场地训练了整整8个月 还将体重增加了15斤 最终将短道速滑从一窍步通练得有模有样 如果说时常让孟美奇曝光度锐减 那方法就让他的身体饱受摧残 尽管导演没有提出要求 但孟美奇为了引出运动员受伤时的追星之痛 将石头放进了冰鞋 拿出来是已经沾满鲜血 他的本意是无愧于心 但目睹了这一期的前辈夏宇 直言孟美奇以一己之力 扭转了他对小花小生的印象 可别人口中的不可思议 不过是孟美奇成长再熟悉不过的日常 1998年孟美奇出生于河南洛阳 12岁学习舞蹈 15岁远赴韩国 18岁正式出道 20岁以C位身份红遍整个中国 他用百分百的勤奋 交灌出百分百甜度的硕果 从开始到未来坚持不懈 就是孟美奇的人生信条 这也是为什么徐峥会说他能体会运动员的精神 是个绝对的可塑制裁 谁而外人都能看穿的道理 月华这个自家人却故意装作不懂 孟美奇搜罗后的手装 一批爱不爱 八分钟破千万销售 但公司内部零规划 晚会彩排在即 公司忽略他的搜罗观赏性 强行让他带队友 面对墨学友的黑量 粉丝冲锋陷阵 搜集证据 公司却视若无睹 所有人都在问 华孟美奇究竟哪里对不住你 2018年孟美奇先宣布退团 后又返回团内 龙丹尼对此发出致命疑问 那你真的觉得在你们心里面 觉得像粉丝那么想 像哇唧唧唧唧倒闭了吗 比哇唧唧唧唧倒闭更尴尬的是 龙丹尼问起了孟美奇退团时的想法 房间一度盛传选秀的最开始 孟美奇和吴轩宜 本不在计划中 是鹅厂发现选手能力太差 才临时找月华接任撑场子 月华与鹅厂协议双团并行 直到对方同意 才把正在宇宙少女中活动的孟吴二人 扔进了选秀 然而成团后的鹅厂对并行一事反悔 所以月华才决定带人出走 但经过资本协商 最终资源置换平息了风波 孟美奇又回到了团内 整个世界中她一直是被动一方 却白白地看着自己的资源被分走 事实上只要她多上一点圆滑和算计 一切都可以避免 在月华与鹅厂的对立时 孟美奇不知道是回归月华还是投身鹅厂 这份犹豫让她错失了投诚的良机 因此鹅厂分割她的资源 月华决定另捧他人 心中怀有怨气的龙丹尼 甚至在节目里公然问她 退团时在想些什么 我们无法揣测孟美奇的内心 只能看见她一脸尴尬地说以后再聊 她知道退团与否的决定权不在她手上 龙丹尼当然也知道 但她就是要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给孟美奇背后的月华一个下马威 很显然孟美奇的答案并没有使她满意 也没有让公司满意 所幸虽然没了杜华和龙丹尼 但她还有张子怡和徐征 孟美奇究竟靠什么挤掉张雪莹 当上张子怡的心境望年闺蜜 2019年9月 肖战与孟美奇合作的电影《猪献》上映 因造型和剧情略显雷人 于是遭到广大群众的吐槽 以孟美奇饰演的必要首当其冲 然而在《讨伐生》中三金影后 张子怡却力排众议 站出来夸奖这朵新人小花 影后之所以动了侧影之心 是因为孟美奇在《猪献》里的一段花絮 镜头中的孟美奇身穿蓝色细服 身体依附于威亚 被强力甩在地上 此外在拍摄一场丛林穿越戏时 她的眼睛不慎被尖利的树枝刮伤 尽管孟美奇本人没有抱怨 但生理上的刺痛 还是让她掉出了痘打的泪珠 张子怡称这一幕 让她想到了自己拍摄 十面埋伏时受过的苦 星星相惜之下 当天两人便互关了微博 之后在行程中偶遇 还亲密地留下了合照 在设计万变的娱乐圈中 人脉无一回味实力保驾护航 从此后来 徐征挑选孟美奇是因为她的实力 但张子怡的认可绝对是一个契机 与此同时 不少人猜测张子怡与张雪莹的裂缝 是因为一条微博 当时张子怡的新综艺开播 张雪莹开启了惯有的嘴甜模式 热心的宣传打扩 却忘了删除括号内的评论并转发 事后她机位编辑也没重发 张子怡因此遭受了一波嘲讽 面子上多半挂不住 事实上真正的原因远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据仿机传闻 张子怡虽向主流全力见过张雪莹 还向迪奥推了几次她 但发现她的热度实在不够 孟美奇恰好相反 自带超高流量 形象也十分积极向上 完美符合张子怡的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 比起孟美奇本人 主流全更看重的是她的流量 如何利用时机扶摇直上 将主动权从资本手中夺过来 还让我们拭目以待